一名網友在Reddit上發布了一則短影片 可以看到畫面中有一隻比腿還粗的巨大白老鼠 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根據了解畫面中這隻生物腳上有蒲 與一般老鼠不太相同 眼尖的網友也發現這隻動物被抓起卻沒有反抗 且全身乾淨 這可能是來自養殖場的影片 網友也指出這隻可能是海狸鼠 影片可能是來自烏克蘭的海狸鼠養殖場片段 海狸鼠是相當有害的動物 但因為毛皮是以名貴的衣料 最早由皮草雙圈養以獲取毛皮 但因管理步驟讓海狸鼠有機會逃到野外 食量大的海狸鼠具有攻擊性 對農作物、自然環境造成嚴重傷害 因此台灣依照動物保護法規定 禁止養殖、輸出與輸入 國際上也將其列為世界百大外來入侵種 如果觀眾看見無法辨識的野生動物 需要救援可以撥打1999市民熱線 87913064 遊動保處動物救援隊 提供救援服務